手压包 今天做了手压包 过年时可以用来做礼仕袋 手压包 袋底设计可以折叠 也可以打开变成立体 楼是用了金属按钩 袋里面有分隔 两个袋 两个 手压包和之前做的有什么分别呢? 之前的手压包 我把铺烫到尾布 而今次我把铺烫到尾布 看看效果有什么分别 另外,手压包 布的花是有方向的 所以今次做的时候 会有多一点的程序 就是处理一块布 在后面这里 也要做一个向上的花 前后也是向上的 现在一起来看看 我今次的手压包是怎么做 材料包括 22.5x7cm 铺 铺 用薯片盖放在这里 然后剪了一个圆角 然后剪了一个圆角 右边也是 薯片盖放在这里 然后剪了一个圆角 接着两块 22.5cm x 14cm 其中一块 袋口是有一个粒位 所以我就剪了一个这样的粒位 如果你们不需要粒位 就这样一条直线 不需要剪也可以 或者你想这个粒位 有一些特别的线条 你不一定像我那样剪直线 你可以画一个曲线 一些弯弧位也可以 不过如果线条 是比较复杂 一些多弯位的话 车的时候会比较难车 一块面部 一块底部 尺寸分别是25cm x 9.5cm 这个是做袋盖的 两块面部 两块底部 尺寸是25cm x 16cm 一块底部 尺寸是25cm x 28cm 另外用面部剪一个 4 x 5cm 这个是用来挂住D扣 另外我们需要一个D扣 一个你喜欢的手绳 如果想加保镖的话 预备一个保镖 还有一套团囊 我们今次会用金属扣 现在我们把扣放到面部 首先我们做了一个袋盖 这个袋盖 盖上后就会在这个方向 所以 这个袋盖 就需要在这个 就需要在这个布的下面 就是这样 记得 我们现在的袋盖 就是向上的方向 而这个袋盖 是需要在下面 我们调转它 先放好位置 大约是放在布的正中间 然后调转它 烫豆 不可以设定高过中温 然后我们用按压的方式 将袋盖 烫在表面部 然后做袋盖 我们先把袋盖 先把袋盖 先把袋盖 因为袋盖 四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袋盖 只要放在中间 它的上下方向 是不重要的 我们是不会有错的 放在袋盖 中间之后 也把整袋盖 调转 然后用按压的方法 把袋盖 接下来到有剪粒的袋盖 首先这块布 因为我们剪了粒的 所以方向就重要 所以我们也要确定 我们的布是向上的 花纹向上的 然后调转它 然后这块布 剪了粒的地方 也要向上 那将胶盖 放在布的中间之后 我们调转它 这样就可以用按压的方式 烫了它 这个花 面部这个花 是向着底部的花 就是这样 我们计算布来说 就是面对面的 搭好它之后 在这三边 转航线 转到它 这里 记得是不需要转的 这里是用来做反口的 转好之后 我们剪走多余的布 这边是自己的芽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然后就可以反过这个袋盖 然后就可以反过这个袋盖 了 之后我们转身的两块面部 我们两块面部的花 都是向上的 花对花 搭起它 芽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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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向着外面的 两边都是 接着我们搭齐它 大家记得 用芽士华去搭 去对位 不是用布去对位 如果我们用布去对位 而芽士华 可能我们烫的时候 烫得不太正中间 的话 转出来便会歪 对好位之后 其中一块布 是剪了这个粒位 这是一个袋口位 我们就在另一边 转一条直线 把两块布 转在一起 袋身转好之后 转转它 这边是有粒位的 我们把袋盖 转到没有粒位的这一边 我们就需要面对面 然后搭位的时候 亦是搭铺 这个铺 因为遮住了 看不到 但是我们其实 因为我用一个 比较厚的铺 我一摺 我就找回 铺的位置 接着就对回 铺的位置 两边对回 这边也是 一摺 就会知道铺在哪里 我们就对回 铺的位置 然后这边转航线 转好之后 效果就是这样 我们已经把袋盖 转到袋身上 可以测试一次 看看有没有 转的位置 有没有 转错了 可以看到 布的方向 是对的 也是对的 接着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会 转到袋里面的尾布 和内袋 接着 我们要转到袋身的尾布 花对花 搭给它 然后下面 左边 右边 中间 留下五尺 就是要做反口位 我的反口位 大约 预留3寸 左右 而这两条线 我们的指口 就大约是0.8cm 大约 转好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效果 打开 底部 尾部 再转一条压线 待会做藏心缝 会更容易 这两条压线 其实不转都可以 接着 我们就要做内袋 这个内袋 是25x28cm 那一块 我们就把它面对面 对接 搭齐对接 对接了之后 我们这里转一条线 指口大约是0.5-0.8cm 然后我们反转一块布 把花图向外面 然后把内袋 转到尾部 放好位置 然后向上量 这个位置 大约是1.5cm 左右 接着我们下面在这里 转一旁 把袋部和尾部 转在一起 这里转一旁 转一旁 转了下去之后 留意 这个底部 是不会遮住反口位的 我们就把面部和底部 在袋口位 首先转一条线 转在一起 记得我们转了一块 内袋的位置 就是对着 有袋盖的位置 这样盖过去 对位方面大家要留意 因为我们有一个内袋 而这个内袋 我们需要低于 这个面部 这个扑的位置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 用这个方法 摘一摸块布 我们就会知道 扑大约是哪个位置 然后就用这个底部 去量位 去量位 就刚刚低过 又或者 我们不找个扑的话 因为刚才我们 都转了航线 在这里 内袋这块布 就要低过这个航线 少少 因为一会儿 我们有一个步骤 就是用条线 围着边 再转 如果这块布 放得太高 然后你维线 转过去的话 那你就转了袋 所以这个位 量位的时候 是要比较留意 一点的 量低一点 但是不可以太低 因为我们上面 都需要有 留下一个纸厚 是要盖过来 这里 是可以转到 和我面部转在一起 现在看回 我们在这条线 的低一点 这个袋口 是安全的 我们是不会 不小心转到 大概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四边都是 对齐 然后用处备 背定位置 固定位置之后 我们反过去 固定位置之后 我们反过去 现在就要在这里 这样转航线 沿着旁边 这个位置 转航线 完成之后 我们剪走 这里多余的布 还有这里 是剪一些 的码 一会儿 我们要反过去 再拾好 我过去 转航线 可以转航线 这架线 你可以转 或转不转 都可以 转航线 转航线 用黑色线 去转 如果想配合新年气氛 可以用金线 或者銀线 现在我们要转圈住机构的圈 转圈的机构上去 我们拿回4cm x 5cm 的布 这样摘 大家记住,摘完后,这个布的长度是5cm 然后在这里转一条 转了一条布带后,穿D扣 在中间对接 然后在这里再转一条线 就是定了的位置,让它没有散 现在我们将D扣和布标转到袋身上 我们在左边,由最高的位置 我们用泵去计算 我也是这样摺一摺 找到泵的位置 泵在这里,由最高的位置量 大约是1cm 或者是1.5cm,因为我们转圈的位置 就是cje在这里 podstaw провод在这里 stretched到长度,用墙镭上六小块 在 dealer接触аюąąąąąąą 配上裤表参与 其中备了6.5cm 最左右看到这个位置量 不错 把布标标放在这里 区域交往6.5cm 接着放的时候 找到铺在哪个位置 铺在这个位置 按下这个位置 铺帽是有印字的地方 放在铺有铺的地方 刚刚在这里有铺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 我们订定了位置 接着在这边转一条线 这个位置在哪里转一条线 就帮我们订定位 转过了布标和D扣这个圈之后 我们就要摘整份布 摘的方法就是 首先面部落着自己 沿着刚刚的摘角位向上摘 然后整份调转它 底部也是向上摘 摘的时候要留意一样东西 摘底部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袋布 而这个袋布 是需要低过我们刚才这个 袋盖和袋身中间的摘部位 我们需要摘得低过去 我们可以对回铺 或者对回我们刚才的线 也可以的 我们需要低过去 现在低过去 如果是平排或高过去 待会我们这个位置需要再摘 再摘底部 袋子就会不见了 所以这里需要留意 我们要摘得低过去少少少 铺平这块布 再摘得低过去 然后再摘底部 再摘底部 再摘底部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 做好位置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摘底部 反袋底的方法就是这样 我们把整份再摘 好 这个面部 有颗面部 我们不处理 我们先夹起它 首先这个底部 我们穿的手指在两边 你记得留意 因为我们有个袋布 那袋布究竟在哪一边 就不要穿错了 袋布就套在后面这块 所以我们穿手指的时候 就要在袋布的上面 我只要这块 我只要这块 弄了一块 弄了它之后 用手指去按 按这里大约是2cm 我们今次这个袋做的 袋底是大约4cm 所以就这里反起2cm左右 你可以用隔一尺 量度 OK 后来上面这个部分 你把它按下去 那你便会摘到一个 执腰子 你见到这里 是一个执腰 好 那弄了这块 底部 这个执腰底 之后 面部需要包住上面这一半 做法就是这样 面部翻起来 然后摘进去 因为面部烫了 摘的时候要处理得小心 要按大力点 否则会弹起 摘进去 摘好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个W 这个W是如何 左边是底部 另外有袋布 在这里 然后上去 然后W的右边 除了底部之外 它是没有袋布的 底部连着面部 再加上泡 右边有很多东西 左边只有底部 摘好两边之后 在这里 在这里三边 车线 现在剪走多余的布边 接着就可以翻包了 翻包了 背包之后 用床针缝 将这个反口位缝起来 再用个鱼赢 搅辑 翻转 便搅定 然后可以翻转 把背包摘 绘在底部 这就是方便摘叠的 立体背包 这个袋大致上完成了 只需要扣一个手绳 以及在这里钉一个扭 这个手丫包完成了 本身这块布我自己觉得很喜欢 新年或者平时用都很漂亮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手作 请你们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未来 还会有什么手作做的话 请你们subscribe 和按下小钟 订阅我这个频道 多谢收看